花费1.5万亿 中俄携手修高铁 高铁横跨三个国家 还让毛熊乐开了花 其实早在14年 普京大地就一 让好兄弟中国来建他们的第一条高铁 倒不是说俄罗斯不想自己搞 而是他们本身建高铁的技术 比咱还是差点 况且俄罗斯到处都是高原动土 难度属实高了点 而中国一方面技术过一样 已经完全具备了在高寒地区修建高铁的能力 青藏高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方面 咱的行驶车辆也很强悍 中国北车生产的高寒动车组 已经在哈大线上轻松过了两个冬季 所以说战场换到俄罗斯 暂时一点不怂 所以毛熊就想到了中国 当然中国也是非常乐意的 不仅在国内实现高铁自由 也想把中国的高铁继续向国外拖建 到时候咱想去哪儿 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不过那一开始 只是想着在毛熊自己家里跟他建高铁 从莫斯科到喀山 长度为770公里 也花不了1.5万亿 只不过18年 咱和毛熊一拍即合 想着反正都要建高铁 不如直接建长点 一路建到北京去 这次 这原本700多公里的建设路长 一下变成了7000公里了 直接翻了快10倍 横跨了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还有中国 不得不说 难度也太高了 也就高铁记录缔造者中国敢这么干了 不过真行动起来 困难还真不少 点个赞 听社长 接着聊 要说高铁哪家强 中国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就算这样 中俄高铁修起来 也是困难重重 虽说咱也建了不少高铁了 可是这横跨三国的超长高铁 暂时头一次 一不留神 就成了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高铁项目了 想想都激动 但是建起来就发现 还有好些难题需要解决 首先不得不谈的 就是钱了 按照咱目前建高铁的标准来说 7000公里高铁 那投资就奔着万一去了 近几年 毛雄人缘不太想 和别的国家干家闹情绪的 钱是花出去的多 拿回来的少呀 不过也不怕 毛雄虽然没钱了 但是加大物博的 整点矿产石油天然气 和咱交换 也完全不成问题 其次就是技术问题 莫斯科开往北京 跨了三个国家 总长7000多公里 其中最难的 就是位于高寒地带的西伯利亚了 冻土层啊 比咱青藏铁路的还要多 还要复杂和不稳定 隔壁日本自己搞不了 还等着看咱笑话呢 那哪仍行啊 基于之前的经验 中国工程师 建了第一台 高寒高速铁路熔冰除雪装置 快准狠地解决动胀问题 最后就是这严寒天气 这西伯利亚气候 造成啥样的 就是说除了冷吧 但还有各种积雪 冰块 影响着高铁地基稳定性 不过咱总有对策 工程师们 把车组群板设计成直角 减少积雪量 扩大摩擦块间隙 防止冰块进入制动片 在门内设置水槽 防止天太冷了 门打不开 一系列操作下来 还有什么能难倒咱呢 不过花这么多钱 费这么大劲 到底值不值呢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说 砸了1.5万亿建起来的 中俄高铁 真的值得吗 从简单意义上来看 这条中俄跨国高铁 能让北京到莫斯科 原本6天多的车程 急速缩减到不到30小时 必然会方便 两国民众间的日上交往 但其实啊 咱和毛熊 可不仅仅是能多旅旅游 长长见识的关系 中俄高铁的开通 不仅会实现 两国经济的发展共享和互惠 还会加深 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毕竟7000多公里的路上 好多地方都人尽罕至的 客源量不能保证 那这不惜投入血本是干啥呢 即使啊 这里算的更是一笔政治账 而不是经济账 直接点来看 俄罗斯经济目前已陷入困局 被西方联合打压和制约 可我国的快速通道一旦开启 将很大程度上缓解俄罗斯危机 从更深层次意义上来看 中俄高铁的建成 可能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 这条路线 将把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旅行时间压缩一大半 还会开辟铁路货物 从中国进莫斯科越马欧洲的道路 全局来看呀 也有利于咱亚欧路上高铁网的构建 改变传统海权国的绝对地位 所以说呀 中俄高铁不仅对毛雄利益重大 利于咱中国的发展规划 也能起到推动作用 那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呢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